因为不洗牌的原因 迷宫兄弟很快凑齐了三只魔神 只见场上的三个棺材板就要压不住了 随着冲天而起的特效 史上最丑融合出现 但这也不算是真正的融合 攻击力都是分开的 那你告诉我 这三个融合有啥用 迷宫兄弟表示 你看我们的口才就完了 因为雷魔神在最上面 所以站得高攻击的圆 还可以无视地形 直接开火炎之见识 游戏表示老子该这么多牌你没看见了 发动神反卡神圣屏障 攻击反弹 好不容易召唤的魔神就要凉了 你想得美 发动风魔神的特殊效果 可以防御住所有攻击 兄弟二人赶紧解释防御风是无敌的 游戏抓住漏洞 那你另一只怪兽怎么办 弄不了魔神弄这个还不行吗 不愧是亡羊 口才灭怪兽 不给对面反驳的机会 就干掉了地狱使者 城之内感觉自己行了 用渣渣怪兽就敢攻击魔神 水魔神一个水阵壁挡住了攻击 然后用水流进行反击 再加上猪队友的神解释 水魔神是属水 炎之剑是属火 于是炎之剑是被淹死 游戏表示看我的 敢和我玩物理 打出恶魔的召唤 迷宫兄弟大笑 这东西长翅膀也得走迷宫过来 游戏再度冷笑 你们看清楚形势吧 只见迷宫中已经灌满了水 而源头正是你的水魔神 所以我只要从地面放电就行 迷地表示没有用 风魔神可以吸收所有攻击 游戏呵呵一笑 你刚才说出攻击宣言了吧 你放屁我没说 呵呵我说你有就有 陷阱卡六芒心发动 束缚助风魔神 所有雷电攻击 直接干废水魔神 迷宫哥俩想不出反驳理由 只能被扣生命值 现在魔神的腿已经没了 游戏直接发动融合 让恶魔的召唤与真红眼融合 召唤二人最强的怪兽 黑暗恶魔龙